一到下雨我家门前有小河 前几天的一场急降雨 让西大陆18号一侧的住宅又淹水了 原因不是没有水沟而是水沟太小 而且十多年来没有翻修过 28号在东区驱宫所跟市政府秘书长的会看之下 了解了周边的排水状况 这段150米长度的排水沟将重新翻修 侧沟的宽度太小 它大概只有30公分左右 叫我们正常的侧沟大概有40公分宽 的确真的是比较小 所以遇到强降雨的时候 水一下子就满出来了 那这个问题其实困扰居民很久了 我刚刚听一位大姐讲 大概超过十年以上 五六十年有 五六十年了 所以真的是很糟糕 我觉得影响民生真的是 造成居民很大的不便 这个是市府的责任 经费呢大概目前宽估 大概是150万左右 那市府全力来支援 我们就把这笔钱拨下来 补助给我们公所 那由我们公所呢 来帮忙赶快的 来发包来执行这个测沟的改善 只要下雨 住户就会担心淹水 而且造成来往人车不变 当地里长还有区公所一起协助 让这条150米长的水沟将加宽加深发挥排水的功能 不影响住户的进出 就从那边开始淹 淹到那边 然后全部都是淹水 有的客人进来用跳的 有时候出去也用跳的 很危险 拜托市长可以赶快来开这个水工 把它弄好一点 不要积水这样 那个鱼比较小也是一样 淹得很严重 那只要一下雨就会淹 那淹多高 淹差不多 有时候最严重一次是我的楼梯那么高 一楼楼梯那么高 就已经到小腿路了 对 目前水沟翻销的经费已经有了着落 预计150万元的经费 可以解决困扰民众已久的问题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